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里 讲到耶稣到了推罗西顿境内 遇到一个迦南妇人 来请求耶稣怜悯她,为她的女儿赶鬼 耶稣却表明自己,目前是奉差遣往犹太人那里去 所以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来吃 用这个理由来拒绝这个妇人 而犹太人习惯以狗称呼外邦人 称呼那些非犹太人 而这个狗是很可爱的puppie的意思 妇人却以狗野吃桌上掉下来的睡渣来回应耶稣 得到耶稣的称赞,并且医治了她的女儿 迦南妇人谦卑而执着地认定 主耶稣是她唯一的拯救 这就是信心的表现 主称赞她的信心是大的 因为她即使被藐视,被小看 还是谦卑,而且坚持地相信主的医治大能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是当耶稣说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那个时候,当耶稣说话的时候 她说有就有,命力就力 就从那个时候起,她女儿的病就得到医治了 所以当我们的信心感动主的心的时候 主也会成就我们的祷告和祈求 今天,当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祷告 主也要说话 主一吩咐,病就好了 主一说话,事就成了 主一吩咐,病就好